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环时是我们的天文奇观 就是我们的太阳啊会整个消失哦 我现在是在我们家隔壁的空地这边拍摄的 我是利用我的iPhone XR手机 搭上格热纸叠多层一点就变成偏光片 这样的效果来拍摄看看 这个方式拍摄的太阳啊会比较清楚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天空是有点微暗了啊 现在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4点11分左右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格热纸拍摄的效果 目前是属于反光的部分 我先来调整一下 好了 大约是这样子有比较清楚了吗 它目前的状况啊是 很像上旋月这样子一个眉毛的形状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往上消失 哇有没有有没有 渐渐的被吃掉了 报导说啊下次我们要在台湾看到日环食就要在等195年之后呢 所以我们就得等到下辈子才能再看到日环食了吧 所以当然要来拍摄这历史性的一刻啦 这日环食真的超级特别的哦 灵友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天文奇瓜啊 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的太阳啊开始转向了 它的遮光的地方啊 开始偏到右边的部分 从上旋月变成右旋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 已经偏到右侧了 它的月亮变变右侧的月亮 真的是超神奇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再来慢慢的观察一下 它是怎么的变化 它移到下面去了 这个太阳的缺口位置啊 就把它开始朝下了 它等等啊就会开始 中间的空缺开始填满 太阳等一下就要 会再跑出来了 有没有有没有 这个太阳我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它已经快变成圆形哦 我们已经见证到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啦 果然是自己看到跟电视上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呢 真的是超特别的体验咯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太阳啊 开始变成圆形的咯 已经慢慢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用另外一个效果调出来的 很清楚哦 好了我们的日环石 这个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就到这边结束咯 喜欢林公主的频道 请帮我订阅 开启小铃铛 以及按赞和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